这里挺多玉米的 不用愁找不到足够的量了 还有只正在睡觉的羊驼 就不打扰它了 小师弟 你快来看看 看看我在干嘛 我在这里造了座冰山 哦 造冰山 大师兄 你又在搞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 我来看看这大森林里哪来的冰山 我在这从空岛流下来的水里面 已经一半都被我搞成冰块了 看能不能全给它们冻住做成冰山 大师兄 你咋做到的 好大的冰块啊 只不过一会儿就不能从这里游上去了 大黄蜂 你忘了吗 大师兄拿了雨膜夹面 所以轻松就把水冻成冰块了 就是我已经找不到大师兄去哪里了 我不小心把自己困在冰山里面了 得赶紧挖出来 不然就被憋死了 你们玉米都挖了多少了 我身上还没有一组呢 再去找找再多挖一点 看看前面的空岛下面有没有 刚刚还没有去过那里 我已经挖了一组半了 那随便撤撤搞到两组就差不多了 还挺快的 那我就懒得挖了 你们采集吧 我继续造我的大冰山 我已经收集够了 接下来就可以回空岛了 那就骑我的大恐龙 从大师兄造的冰山这里上去吧 还挺有意思的 还是有点难度的 小师弟 你别不小心掉下去了 这冰块一直在生成 我先走一步 你赶紧跟上 我上来了 大黄蜂 你上来了没 我们可以整理整理背包了 我早从另一个地方上来了小师姐 你看看我们现在总共有多少玉米 总共差不多三组多 刚好可以做三屯玉米 然后差11个火种 就可以做生命结晶了 那么接下来就去找火种 小师弟 你看看岩石结晶还差什么材料 一会也顺便都收集了 我看看我看看 岩石结晶还要4个曙光石块和2个蝉丝玛瑙 这些我们都没有 看来也是个大工程 又得下框了 我们的玛瑙实在是太少了 更别说如果要打三龙的话 还要4块玛瑙块 我这里有9个玛瑙 你们那里还有几个 看看能不能先凑出20个 我这刚好11个玛瑙 大师兄 你把你的丢给我 我先去做2个玛瑙块 那你们先做 我拿点皮革和太和金先做个盔甲先 然后直接出发去打黑龙 行 我再清一清背包 腾腾位置 然后工作台也记得带上 我换他物金护甲后 咱们就可以出发了 我也来换一下护甲 提高一下防御力 这物金又留一点 可别不小心全用光了 我这还有个闪电核心 可惜没有万能去活石 不然就可以试试看 能不能附抹一个强力的效果出来 我最后再看看 一会要用的材料都有没有带权 就怕忘带了 又要跑回来 剩下的东西 接下来就可以再练星直接获取了 我去下面找找有没有虚空使徒打一打 拿点创造晶体先 我也去找找有没有万能去活石 必须得附抹了 一会打boss才得劲呢 行 那我来帮你找找看 先看看这里 没有 再到旁边看看有没有 炉子旁边底下好像有 有两三个 大黄蜂 你往下挖挖看 应该不会太深 好的好的 我这就往下挖 这应该不是在空岛上吧 我已经挖双空岛 带到下面陆地了 看看还能挖多久才可以找得到 我挖到了 不过是一个低级防御的 好像得要中级的才可以吧 我这里也一样 也挖到了一个低级的 这里附近也没有矿道 不然应该会好早一点 还真难找啊 大师兄 你再来用魔法铲探测一下吧 这边应该还挺多的 行 那我再试试看 这边有很多红丝的和黄丝的 我下去看看 不出意外的话这里就有了 好了好了 我挖到了 你们搜一下就有了 然后大黄蜂就可以回去 附魔你的武器了 上次我用闪电核心就附魔失败了 不知道大黄蜂运气怎么样 能不能附魔成功 我的运气肯定很高的 像师弟你就不用担心了 咱们回矿道吧 我去那试试看 那我在旁边等你 我就不信你运气能比我好 哎呀 都怪小师弟 让你不看好我啊 我这样闪电核心也没有发挥作用呢 哈哈哈哈 很好很好 我都没成功 你怎么可能成功呢 好了 接下来就出发炼心吧 去把火种和曙光石块给收了